179的全主动悬架视频又来了 先看视频吧 第一期呢香槟塔 还有人想试着模仿一下 觉得未来在搞什么魔法 说我们说香槟塔呀 是用胶水沾的啦 减粗袋的起伏不够大啦 摆放距离跟车的轴距差不多啦之类 结果他们自己模拟的实验呢 根本浮现不了ET9这样的平顺 第二期呢跳脚舞 车轮在高频的震动 但是车身呢几乎没有抖动 今天呢第三期视频 跟前两期一样 还是在去年12月17日拍的 还是在未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拍的 展现出来的能力还是很凶猛的 首先呢是凹凸路面 这个路呢是一个一个的小坑 里面放水 车过去呢水会溅起来 告诉你呢这个路不是平的 但是ET9本身的车身是平的 这里考验的呢主要是主动悬架 要有实时调整悬架高度 刚度和阻尼的能力 第二段呢是在起伏路上 这个跟减速带有点像啊 而且这个高度就更高了吧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 本质上呢能过滤掉这些起伏 需要的是悬架行程够长 路呢就是在那里 它不是平的 而你的主动悬架反应再快 悬架行程也是要够长的 ET9呢是200毫米的离地间隙 220毫米的悬架行程 能够应付这样的路面 那顺便说一句啊 日常乘坐的时候 你解锁这条主动悬架 可以在一秒内下降50毫米 可以一秒快速下调50毫米 到达迎宾高度呢 可以为乘客提供 提供近乎平移进出的体验 这是一种仪式感功能性 相结合的迎宾下降 方便你快速的上下车 这也是别的车在物理上就做不到的 第三段呢是在铺满鹅卵石的路上 这个有点类似于比利时路了 就是颠簸不平的路面 相比于第一段的水坑呢 比利时路的高度落差没有那么大 但是平凡密集 要求悬架调整的次数更多 好在呢 ET9可以每秒检测路面1000次 每分钟呢也就是6万次 不仅能检测得到 主动悬架呢也可以快速响应 这三段视频呢 其实就一个意思 路不平 车可以是平的 这就是ET9的技术 经过这么三期视频呢 说未来造假的应该是没有了 毕竟反复自己打脸 展现自己的智商不好看 那最新的言论是呢 到2025年 每台20到30万的车 都会具备这个功能 那的确啊 这套主动悬架技术呢 从Bose开始弄 到如今呢 上车已经过了有20多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技术限制 当年的这套东西的体积很大 而且油车提供不了 主动悬架所需要的电力 Bose呢把技术 后来卖给了ClearMotion ClearMotion呢 又被未来资本所投资了 未来看中了这项技术 双方一起呢 一方面是主动悬架 电机的集成度提高了 芯片的控制能力呢 与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以及呢 电动车天然可以供电的 这些优势 另一方面呢 未来也愿意和ClearMotion 一起把这条硬件进行调教 毕竟你光买一个硬件 如果车身控制器是黑盒子 你也没办法结合起来啊 未来从ET7的时代开始 就实现了底盘控制域的全字眼 到了ET9时代呢 把最先进的硬件 跟自己的软件调教相结合 如果不是未来做这件事 Neo呢就是这样一家 搞技术出身的企业 顺手把服务做得很好 到了舆论那儿呢 就是有服务没技术的 究竟是普通人的认知太差 还是贵久了 站不起来呢 未来ET9的预售价格是80万元 2025年交付 今年好好干 明年买ET9呀